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这里是杨光盛男厨房,我是小盛 那我们今天要来做一个泰国知名的美食 那这道美食的名字叫东阳妈妈,这个是泰国话 那翻译前中文就是东阴宫泡面 那今天我们就要来做最大美食 那在此一天开始之前,还是要麻烦大家帮我点赞,订阅我的频道 那你们的支持对我来说是最大的肯定了 好的,那我们话不多说,接下来我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所准备的食材都有些什么 好的,那桌子上面就是今天我们所准备的食材和足料 那首先就是我们的泡面,泡面准备的不多,就两块 好,再来就是螃蟹,螃蟹已经处理干净了 那再来就是虾,也是已经处理干净了 再来就是蘑菇,然后这个是东阴宫的辣酱,泰国话叫皮刨,它的罐装是这样的 再来就是东阴宫的那个奶,泰国话叫浓空酒,就是这个 再来就是泰国鱼香草,清凝叶,生姜片,泰国香菜,辣椒末 能吃辣的话多切一点,不能吃辣就少放一点,根据个人 再来就是柠檬汁,好,调味料只有一种,就是这个泰国鱼露 好,以上就是今天所有的食材和足料了 好的,那我们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直接开始制作 我们下期待写伎,就在所有的食材上 最大一天之后后参考了 这个熟透里 放在一起 那一天之后,暖身太 steak 柠檬汁 做生姜片 放入鱿鱿鱿鱿鱿鱿鱛 鶹鱿鱿鱿鱿鱨 放入鱿鱿鱸 鰻鱿鱼 炒烧, 封面土, 凝固, 肉, 肉, 牛肉, 饼煮, 雞蛋, 把饼煮, 混合, 再煮几滴, 煎最大, 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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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煎最大 好的,那我们的这个东阴公泡面已经完成了 刚刚也给大家看过是什么样子 看今天是边做的时候就已经一直在咽口水了 非常的有食欲 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下看看味道怎么样 太自动了,太给力了 这样子 来我们尝一下,这个肯定是很辣的 对酸酸辣辣 如果大家能吃辣的话可以多放点辣椒 这样会更好吃 如果不能吃辣的话就少放一点 来我们尝一下 我感觉比那个东阴公汤还要好吃 哇太赞了,这一锅都够我一个人吃了 哇,这太好吃了吧 据说在外面卖电视门小锅 六百多台主,差不多一百多块的人民币 这吃的停不下来 太赞了 喜欢吃东阴公泡面的小伙伴们 可以去试一下这样做,真的超级赞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那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 或者是有什么疑问的话 可以在下方评论区留言 让我知道我们互相讨论,互相学习 那同时我也会每天坚持分享 一个美式给大家 如果你还想看我更多的新作品的话 请记得订阅后一定要开启小铃铛 这样的话你既不会错过我每期的分享视频 也不会说想看我的视频的时候找不到我 好的,那小伙伴们再次感谢大家的观看 你支持,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